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好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呢 我们要来聊的是 之前我记得应该是10月左右 我们有跟大家介绍一下 一线投资法 那我就好奇 那时候我们就说 一线投资法 10、11、12月是一个进场 第四季每年就做这个 11、12月 可是到了1月是要记得出场 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 所以好了 现在时间到了1月底了 所以我们就要来为大家来算一个总账 这个一线投资法 在2023年整体的走势 到底如何真的适用吗 需要做任何的调整吗 为大家邀请到现场是全职交易人梁展佳 展佳老师好 呃 梓娟好 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是梁展佳 那个时候呢 我们来到节目上的时候 就是来讲的 就是展佳老师特别提出来的一线投资法 就是十日线 然后特别跟大家讲说 是在每年的第四季 好 是一个很好进场的时机 那第四季过完了 嗯 所以我们趁机今天我们就来算总账 对 这一套投资方式真的work吗 诶 我们直接来算总账 来 秦老师来 嗯 好的 呃 其实之前也有上一些其他的节目嘛 对 那有的主持人就说 你如果讲的不准的话呢 嗯 我们就要把你的招牌要拆下来这样子 哈哈哈哈 对 那那很高兴到了今天已经是一月了 对 对 那 呃 今天这个招牌暂时还是可以 还留着 还留着 门上面这样子 嗯嗯嗯 就是说我们现在 呃 这个一线投资法来讲 嗯 我我减数一下哈 嗯 它就是用一条这个 这个 十日的 对 十日均线 简单移动平均线 对 哦 那这条线从这个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嗯 按照 这个 所谓一线投资法来做 买进 嗯 然后等到这个 明年的一月的时候 那 反正这个拉高的时候啊 那原则上也是用这条线来卖出这样 对 那 那我提出是说有 两种 观点是说来 可以看这个 所谓台股第四季的行情 对 那一种叫冲天室 对 那另外一种叫阶梯室这样 老师有些口号啦 一线二四三进出 对对对 一线二三 那这个一线呢 这边特别跟大家讲的是十日线 那那时候书上跟大家分享的是说 在每次的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如果在它跌破十日线 重新站上去的时候 可以买 是这样子吗 对 就是说在这个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的时候啊 嗯 那利用这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 只要跌破重新站回去 对对对 那 嗯 我 我有提出说一个 就是说如果说你看到了像一个 Nike的形状 对 就是那个 运动产品 Nike的形状的话 就是说你行情跌破 我这叫一条十日线 对 之后要显著的跌势哦 对 然后再重新站上去的时候 嗯 那 十月 嗯 十一月 十二月 你就各抓一个买点 嗯 都 都抓嘛 对不对 十月十一月都抓 对 就是如果说它都还在 就是原则上是横盘整理 对当中的话 对 那每个月呢 你绝对会有机会啊 至少取得一个买点这样子 对 所以当时的前提 我们先从买进的方式 让大家再复习一下 我们先帮大家复习一下 好 复习一下 那个时候的说法是说 呃 只要是当大盘呢 跌破十日线 然后重新站回去的那一天 可以进场买一张 市值型相关 不是一张啊 可以进场买市值型一天 你要买一千张 对对 你要买一百张一张都可以 对 好 只是一般小资组 所以不小心脱口而出说了一张 总而言之就是 10月 11月 12月 只要大盘跌破十日线 有很明显的跌势 重新站回去 重点哦 是站回去那天 不是跌破的那一天哦 嗯 是站回去的那天 跌破不是哦 对 是站回去那一天 跌破又站上去 站回去那一天 你可以进场买市值型的ETF 所以10月应该会有买点 11月会买点 12月会买点 那现在如果您是收看 呃 YouTube的话呢 我们其实有把大家 呃 画出来 这个是当时是 呃 如果你要进场买的时机 我们这个是以2017年为例 对不对 这个是以前的事情 对 呃 大家会比较想看 今年的吗 我们要准备 还是看旧的例子 当然是今年的例子 好 我们就看最新了 好 我们直接看最新的 今年的例子 好 那 以今年来讲呢 我们发现在 10月的时候 对 大概10月初在 就是这个图上面 你看到这个 10线的 椭圆 蓝色 对 我们又把它 框出来 就是一个蓝线框出来 那个就是 跌破10线之后 站回去的那一天 对吧 在这个9月底的时候 对 不是有出现一个 类似Nike的形状吗 没错 然后10月初的时候 就出现 第一次站上 对 那10月 10月中开始 又有一段 一个下跌段 对 然后到11月初的时候 又站上 又站上去 也有画出来 这是第二个时候 这是第二个买点这样 第三个还有 那 第三个买点 有没有呢 我们注意到说 大概11月初开始 就有一个 很显著的拉抬 没错 嗯 那 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怀疑啊 嗯 因为 原则上我们不是说 冲天室应该是 就是 10月 11月 12月 有低点 对 然后等到1月 拉上去的时候 可以卖出吗 嗯 那 像今年的状况的话 因为这个11月初的 这个拉抬啊 嗯 你如果把你的 就是 11月中以后的行情 用你的手把它盖起来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 好像已经拉完了 没有回档 啊 完全没有回 因为那一整段 好像有一千多点吧 对 对啊 对 所以 其实 如果你有印象的话 嗯 就是往前推一年 2022年的年底 嗯 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嗯 有啊 对对对 对啊 所以 事实上 这个就跟2022年底 有点像 对 所以啊 我们的 第一个卖法 就是把它视为 像2022年底一样 嗯 算是冲天式的变形这样 嗯 就是说它 本来是要在1月 拉抬的 对 但是它却在11月就拉完了 对 这是提前发生了 所以反而 这一个你 框出来的第三个 那个时候 其实反而是应该要 卖 对 第三个大家注意到说 在11月 嗯 嗯 10月20几号的时候 对 它第一次跌破了这个 橘色的这个 十字线 对 但一下又站上去了 对 当然是站上去 但是如果我们用 冲天式的 变形来看的话 那冲天式就是 拉抬上去之后 第一次跌破 十字线就要卖出啊 对 没错吧 对 对 所以 我们的第一种卖法 就是在11月20几号的时候 应该要 在这个椭圆 曲线 的地方 就是卖点 然后就结束了 嘿嘿 对就是 其实跟2022年底的 做法是一样 我听懂了 好来各位听众朋友 虽然有一点点小小复杂 但我们静下心来 一起稍微看一下 我们先看前两次的 就是9月底 10月底的那两次 我们有特别 画出来 蓝色椭圆琴 对对 我们有画出来的这个部分 你就会发现哦 他在 他其实是先跌破 十字线 要跌破 对不对 然后站上去 好 一样哦 跌破 都有那个跌 都有那个跌 都有一个往下 对对 Nike 那个往下 还有都有先跌破 然后再上上去 这两个才是我们真正说的 适合在一线投资法当中 要进场买股票 买市值型ETF的一个时机 那是标准的买点 标准的买点 可是呢 如果你看哦 同样的我们拉拉拉拉拉拉拉到后面 也就是我们11月底的 那个时候 你如果没有认真听的人 会觉得说 对啊 你看我们又符合了 跌破十字线 又重新降回十字线 然后现在也在第四季 诶那个是不是买的时机呢 没有 大家有没有发现 它跟前两次最大最大不同是 它没有一个下跌段 它没有下跌段 对啊 所以它其实不是一个买进的时机 它反而是一个出场的时机 这个会不会是其实大家学员们 在去年操作一个很大的误会 在这个地方有吗 呃算啊 当然 对 因为其实很多人就是有私讯我嘛 到底是哪一事这样 对啊 那其实 就是一线投资法的重点是 你要知道说 就是低档盘整 对 完之后 会有一个显著的拉抬 没错 这是大原则是这样 所以显著拉抬上去 即便跌破直线 再站回十线 不是买点 是卖点哦 好 所以这可能是一个 过去大家一个很大的一个谬误在这地方 啊 不过也没有关系 都会赚钱 都会赚钱 我先我先 我先那个给大家一个数字 因为我 因为我们毕竟说 这件事要先个总结 所以我们先给大家一个数字 然后再回来继续来讲解 我们按照这个银线投资法 呃 如果是冲天市里 就是说 11月有出的话 对 那时候的 就是大概会有4%的 获利这样子 好 那如果是阶梯市 如果我们到今年1月才出的话会到 就是1月的第一个营业日开盘的时候出掉的话 那么获利会到9%这样子 9%其实只花了多少时间 就是一季 对 就是如果是冲天市的话 其实只有报一个半月吧 报一个半月 那如果照阶梯市去解的话 就是大概不到三个月 不到三个月9% 那当然啦 你有的人会说9%很少啊 我一根涨停满10% 嗯 可是我记得 呃老师有给过一个非常 好的一个庇域 嗯 老师要不要再庇域一次 就说 为什么你会觉得用第四季 呃来 来做股票就好 你的那个 哦 就是我在 在有的节目啊 对 就是有带哑铃到那个节目上面举给大家看这样 就是说这是一个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股票是有重量的啊 那就是说 当然如果你很喜欢存股的话 嗯 是没有问题啊 但是你要记住说 其实你是一直在举住这个股票 好 那你你存的越多啊 你举的这个重量就越重这样 那航金好像一直在涨的时候 是还好 好 但是如果跌下去 然后你全身都是那个 亚铃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很痛苦吧 不是吗 其实想想看 就是你手上如果一直举着一个亚铃 就很满 很有意思的比喻 就是说 如果你手上一直举着那个亚铃 那一个小时还可以啦 两个小时还可以啦 叫你举三天 三十天 一整年哦 整一举一整年 那个手会摔会抖吧 很痛苦啊 所以哦 这就是老师认为说 他不想要存股 长期拥有股票 有部分原因 就是因为他觉得 你一旦手上要有股票 心中无股价真的太难了 手中有股票 心中无股价 这件事情真的太难了 所以他才会认为说 因为我做不到 你也做对 其实很多人都做不到 所以他才会认为说 我们就是短短的每年 做一个胜率最高的一个方式 做一段走人 大概三个月就好了 对三个月做一段走人就好 好 刚刚这个是如果是冲天室的话 我们会拿到大概4% 但是报酬比较好的阶梯式 好帮我们讲解一下 阶梯式的卖法 然后运用在今年的情境 可以帮大家说明一下 好啊 那这个阶梯式是这样 就是说前面的这个 10月跟11月的买点 对 就是跟冲天室的看法是一样的嘛 那只是说 因为11月拉台上去之后啊 对 那我们就发现说 哦 那这样的话 可能后面会没有买点而已 对 不是这样吗 因为从11月一直到12月 你都看不到前述的下跌段啊 那应该是说我们这个方法 就是说再怎么讲 嗯 你如果从10月一直报到12月底的话呢 是没有问题的啦 对 哦 所以如果你不把它看成冲天室 嗯 那那想必那就是阶梯式了 嗯 那阶梯式的话你就可以从 这个11月的拉台开始算 嗯 哦 它不是不断的往上拉台嘛 对 你就略掉前面的 这个一直到 从10月一直到11月 就是那些横向盘整的部分 你就把它盖掉不看 对 把后面就看成是在爬楼梯嘛 对 那爬楼梯爬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也就是隔年的第一个营业日 对 那只要趁开盘啊 你觉得有高点 嗯 你就可以卖掉 所以我们阶梯式当时的说法 就是说在 呃 一路上去之后到隔年 新的一年的第一个交易日开盘 你就可以卖掉 嗯 那当然 这个 今年大概就是1月4 3号4号 对不对 今年 3号吗 还是2号 有点忘记 就是第一个营业日 嗯 我们一开盘 诶刚刚好还真的是高点 真的有这么 是凑巧还是 凑巧嘛 但是已经凑巧很多年了 很多年都是这样 嗯哼 就刚好是这样 好 我们再来跟大家稍微稍微 呃 复习一下我们的一线二式 我们的一线就是时日线 这个大家已经知道了 那我们的那个二式的这个部分 我们再 回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一下 嗯 好 分辨 第一个是这个冲天室的部分 老师再麻烦再帮我们再解释一下 啊 还有一级阶梯式的部分 嗯 就是这个是 所谓一线投资法里面的 我们我们要有一个标准的样板 嗯 那标准的样板就是说 冲天室是 横向盘整在第四季 就是盘整上去下来 上去下来上去下来 然后冲 好这个叫做 老师把它定义为叫做冲天室 你大概十二月底一月初的时候拉上去 这样 对 这是标准嘛 但是今年 那今年 他不标准的地方就是说 他到就是十月 十一月 就买点之后 他一月的部分呢 就提前在十一月初发生 对 对 那他既然发生了 嗯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卖掉 所以冲天室的卖出时机点是 就是有拉抬上去 嗯 之后卖掉 而不是执着于说是哪个月 好 所以这边先有一个重点咯 我觉得 大家在听一线投资法的时候 常会有一个谬误 觉得说我卖股票时间就是一月 然后大家觉得 哦我十月买了 十一月买了 然后我就等着一月要找时间出 其实没有 如果以冲天室来说 只要 有拉抬上去了 对啊 就是一个卖出时间 不要执着于月份 不需要了 不需要了 当然即使你执着 那我们就 跳到另外一边去啊 所以他这个是只要 只要拉上去 然后 嗯 一样就是跌破十日线的时候卖 对啊对啊 好 还是一条线嘛 这个是冲天室的部分 那个一线还是十日线的时候卖 这个是冲天室 好 那再来 我们说今年很多人应该比较 会讲到的是阶梯 对 那阶梯式的特征是说 它不是横向的盘整 对 它是一阶一阶往上拉抬 嗯 那拉抬到这个 合年的一月初 嗯 甚至是第一个交易日的时候 那有高点就可以卖掉这样子 好 所以如果呢 当大家发现说这个台股的 第四季的走势是这样 一个底 比一个底 还要来的高的话 哎 这种状况的话 应该就会是 所谓我们称之为是阶梯式 那如果是阶梯式 那买法一样 就是你跌破十日线的之前 要买 跌破十日线 然后站回十日线的时候买进 然后接着到了隔年的 一开盘 年初一开盘的时候 你就可以找一个时机点卖掉 这个就不是说要跌破十日线 这个就没有 没有 这就不是了 对 好 这个就不是 好 这个就是这样子的卖掉 所以量试完了之后 嗯 这个是阶梯式 这是2014年的例子 好 我们刚刚来给 就是今年的 所以老师刚刚有跟大家解释了 如果你看前半段 你说从十月到十 应该说从九月底到十月底到十一月初 原则上有点像是冲天室 就是这样盘整盘整 嗯 所以呢 拉上去的时候 其实就应该要卖掉 但如果你直接从十月底看到十二月 这个又变成 对啊 是阶梯式的样子吧 阶梯式 然后你到这个时候 你就记得要在一月的时候卖掉 对 一月初啦 好那 这样解释我完全懂 那你在跟读者分享的过程当中 大家的反馈常常做错 或是不明白的地方有些什么 可不可以趁机跟大家说明一下 其实刚刚子娟已经有提到一些啦 比方讲 有些人是误以为说 是不是跌破十字线的时候 就是买点 不是 不是哦 买点是跌破十字线 站回十字线 是哦 站回 对啊 就是我说那个 Nike 你要先出了 出现一个Nike啊 嗯 然后再站回去 那个才是买点 好 这是大家常常搞错的第一 还有吗 嗯 那再来就是 所谓对于这个到底 两世判断的那个执着啊 嗯 比如说我一定要一个答案 说这到底是哪一世这样 其实 我是觉得没有那么重要 就是说没有说一年真的只会有一世 像今年就两个都出现了 我们的确可以用两个观点啊 嗯 来看都是可以的啊 OK 所以其实大家 因为大家都很想要一个标准答案 你知道吗 大家都很觉得老师 你就要给我一个标准答案 大家都有这种想法 没有 其实一线投资法是 让你提供一个观察法呀 不是吗 嗯 就是说你 你知道说有一个自然的现象 嗯 就好像太阳早上从东边升起来 然后下午从西边落下去 我们观察到这样一个自然现象 嗯 那我们就知道说 哦 那我们就白天要起床工作 然后晚上要去休息 嗯 对 那我们因为是知道这个自然现象 那我们就 按照这个自然现象 来过我们的生活 对 对那一线投资法就是这个意思啊 我们知道说 台股在第四季的时候啊 一般来讲就是会有一个低档盘整 区域 然后到最后啊 会用一个显著的拉抬来结束这个横向盘整 对 那我们已经知道是这样 Pattern都知道 好像那个每天太阳的行动一样 对 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方式来作息这样 好 这是大家常常呃想要的谬误二还有有三吗 就是我觉得现在 我觉得进场时机点是大家比较会抓的 嗯 可是出场我觉得是大家比较不会抓的的这个这个部分 那当然会好我们要先收拾一下 欢迎回到世界一把抓的节目现场我是指决 我们今天邀请到现场的是一线投资法 呃这本书有的作者 呃全职交易人梁展嘉展嘉老师来到现场了 呃展嘉老师在十月的时候有跟大家来聊一下他的一线投资法 认为说每年的第四季其实一个还满场满好进场的一个时机 那一线投资法那个一线呢我们讲的是十日线 那埋进的时机大家我们前面一段节目也跟大家说明了 那卖出的时机呢因为要分成你现在大概是老师有特别把它定义什么叫做 如果是冲天式的时候卖法跟你是阶梯式的时候卖法不太一样 那如果我们以2023年的总结报酬数字来说的话 如果是冲天式的话大概4% 那如果是阶梯式的话你卖出的话大概是9% 你觉得很少吗 没有我大概就是一个半月到三个月之内就赚进口袋的数字 而且这个还是以市值型ETF 那如果今天因为基本上这个胜率高 而且呃ETF等等相关 如果今天你是用加一点点杠杆进去做的话 你那个报酬的9%可能就可以放大到 如果是两倍杠杆你可能就到20接近20%是有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老师常常会说一线投资法 也可以创造20%的报酬都很主要原因 如果你把杠杆也放进去其实是做得到的 那能够赶放杠杆也有部分原因是因为他胜率很高 而且没有你想象中的风险这么大 对啊然后时间短嘛 时间短重点是时间短 好那刚刚我们进广告之前我们聊的是 大家常常抓不到出厂时机 所以来问一下现在这个一线投资法大家学员常常反馈你的 不会抓出厂时机都抓错的比较常见的错误啊 有些什么来教一下 呃像刚刚说就是有两种观点嘛 如果冲天室是在大概11月底的时候 应该要卖就可以卖掉 阶梯式的话是到今年1月的第一个营业日 记得是1月2号嘛 那开盘的时候就可以卖一卖 好那我是在就是1月2号隔两天之后啊 我就来写一个总结了 在我自己的脸书上面 那除了讲就是前面两种卖法之外啊 那我有一个第三点啊 嗯就是说如果说你还没有卖掉的话 对啊就是10月的时候有跟着你的说法进场 嗯但是忘记该出场的人现在怎么办嘞 对那我就说就我有一部很喜欢的电影 叫做星际效应 嗯就是导演是呢Christopher Nolan 嗯那他那个电影里面啊 就是反正有有几个太空人去坐太空船 要找到一个怎么讲 就是好像一个可以未来的家园 就是可以替代地球的未来家园这样 对那其实大部分的太空人都不想上那个太空船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他们并不太确定说 那个远方真的有一个适合居住的家园 就是未知嘛就是未知 对那我一直说就是万一你在1月2号就是所谓阶梯式的漫发 没有出场的人 你没有出场的话那你就等于坐上星际效应的那个太空船一样 不知道就是未知 对我就祝你好运 结论是这样子吗 对我就说这个就已经进入未知的领域了嘛 对啊那事实上你如果看就是今年就是1月2号发生的事情 对你可能真的就是进入未知的领域了 就是大碟啊 对啊就是这样 就是1月4号就说你会进入未知的领域啊 我这个收盘的时候 去年底收盘的时候大家在说 哎差一点点挑战万八 对啊我说这个跟我没有关系啊 然后结果碰碰碰碰掉到要保万七 对啊 是这样的 是那种概念 对啊 所以你对他们的一句话就是 对我没有说后面一定就是这样 就是就是一直好像那个滚雪球这样滚下去 不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说就是我们这个方法就是让你不要体验到那种 就是在1月初以后的那种心理折磨 承受市场波动的心理折磨 对啊就是为大家好 对我也承认哦 即便自认已经在股市走跳一站子之后 哎看到今年一开盘的那一月的那样跌势 我也会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说真的你很难用发生了什么事来解释 就是到底怎么了 对那时候选钱你再说 啊可能是因为选钱大家不确定性高 所以要的盘整 选完之后也给你大跌成这样就说 哦可能是外资担心两岸问题 所以离场什么 然后结果哎台积电又搞了一个很漂亮的财 那个法说会之后又给你大涨成这样 这就叫做心理折磨 很辛苦啊很辛苦 对啊有人说这就是 这就是一线投资 所以老师才会一直觉得说 他不想要经历这一些心理折磨 对因为年纪大了 他宁可抓每年胜率最高的第四季 做完报酬入带结束走人 对就是这样好 就养生 但是现在也老师现在才一月底哦 你下一次重新要认真的时候 是九月底开始 换句话说难道你从现在开始 我要问的是你从现在开始你要休息 十个月吗 你是做一些 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 学习啊 旅游啊 健身啊 真的这样子赚 够有办法就这样休息十个月 我是可以啊 那我也建议大家这样做啊 因为大部分就是我们的听众 是上班族的朋友嘛 对 对啊你不觉得工作很辛苦吗 然后另外还要再想 啊我要买什么股票这样 然后会不会赚钱 可是你真的你都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任何手痒消息 手痒 对趋势有些想法的时候 你知道我都拿去定存了吗 真的假的 真的啊 我就卖掉通通拿去定存 所以老师你的做法是每年做完这一波 嗯 你就卖掉 嗯 然后拿去定存 嗯 所以银行都好讨厌我 呵呵呵 咦 你不会说比如说在这个时 我在想象啊 你不会说在这个时间点 然后你需要有一些现金流 所以你不法去拿一些收息型的 对啊 定存不是有利息吗 这利息不高啊 我知道啊 就是大概1.5%嘛 对啊 这样你有办法支援你的平常的现金流 未来十个月的现金 你未来十个月现金流 是定存利息就可以了 好好奇老师那个本有多厚 那下节目才可以告诉你 哈哈哈哈 好那如果如果如果 在这过程当中还是收养 嗯 你会给大家什么建议 在未来的十个月 对其实我我自己的书里面 是有讲一些就是中短线的方法 嗯 那就是跟这个季节性没有关系的啊 那呃比方讲中线的话 可以用这个季线来做嘛 对 那可以做到个股里面去 嗯 那如果比较短线一点的话 是我有用一个叫做ATR通道的办法 来抓一个等于是上下这个有一个波段的低点高点的价差可以做 嗯嗯嗯 那ATR通道这个东西在台湾来讲 比较少人在用 大部分说的是这个 这叫什么 呃 Bollinger Bands 这个是比较多人在用在台湾 哦 那美国的来讲是 是ATR 是ATR channel是比较早 被发明出来这样 那Bollinger Bands 比较晚 嗯 对 但是到因为他传到台湾来的时候 对啊总反过来了 对 因为到台湾的时候 因为 ATR是大概19670年代的时候 就已经发展出来 那等到这个Bollinger Bands 等于说所谓比较进化的东西出来的时候 1980年代才出来的嘛 那台湾的技术分析是1980年代之后才出现啊 所以就直接承接到这个 哦有道理 美国的第二个版本这样 哦 那事实上原来那个版本还是可以用啊 那 就是ATR还是可以用啊 2.0版 你觉得没有比1.0版 没有 有时候常常我们都会说后进者 有一些可以修改前者的优势啊 我倒是觉得 比较少人用的才有优势啊 至少在台湾 至少就不会顿化了 对 就是没有什么人跟你在用 类似的方法这样子 所以我会推荐 就是用ATR来做 好 所以老师的意思是说 他 呃 如果你在这段几年过程当中 你还是有点收养的话 嗯 你还是有一些小小的 还是有办法啊 你会做吗 我在定存啊 对啊 你认真 你不觉得定存很 我等一下 等一下下节目 我真的要你把定存在哪 你拿出来给我们看哦 你要看 我拿一些出来给你看啊 手机里面就看得到啊 因为我真的 我有点 有啊 意外你知道吗 我拿出来给你看啊 就是做完然后就 结束 why not 然后就放到定存 你看1.5%你存9个月也不少了 不少吧 通常有时候大家就会说 好啦你有一笔钱啊 我要进现金流 我可能直觉的想法 我就会觉得 我没有要动作 但我要现金流 你要收再息 所以我至少可以去 买个债券 收收债息 现在债券直立很漂亮啊 对啊 我知道 你居然放定存欸 对真的 赶快就 匆匆忙忙的拿去定存 就不要浪费时间 赶快存起来 为什么 为什么你是这么做 现在债券人家不说 欸现在债券是有一个亭天 你说还有4%5%是不是 对啊 还有个亭天这样 你都没有跑率吗 为什么 那个债券有价差欸 会波动欸 就债券是固定的嘛 可是 债券本身价格是会波动的 跟股票一样 那我好奇啊 是既然你要在那3 4个月当中 你要把今年的本赚完 嗯 你的杠杆开到多大 因为你绝对不可能 我们说实上就是说 最多3倍啊 你绝对不可能用9%这数字 一倍的9% 没有办法嘛 对不对 一年20%很多欸 所以开到3倍杠杆就对了 对啊 就不会超过3倍啊 3倍杠杆 所以以9%来说 你可以直接3927 你不觉得很多吗 我都觉得太多了 对3倍 太多了吧 278很多啊 在3个月的时间欸 用不完了啦 对吧 呵呵呵 唉 就是一个 用不完了啦 就是一个 一个 也是一套的投资 投资的方式啊 就是说用一线投资法 因为 主要是很轻松 主要是很轻松 然后 这个方法真的会让你敢 开杠杆 你不会很怕的原因 你可以啊 可以适量的开 欸 为什么会是3倍这个数字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喔 因为 像这个 这个很久以前啦 1998年的 年底啊 如果你用到一线投资法的话 因为它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啊 对 它的第四季是 往斜下方走喔 通常我们都说第四季应该要涨嘛 对不对 就是盘整充 可是它的第四季却是一路跌 嗯 对 那个 有点可怕 对 所以 虽然我们 设法用 10月找低点买 对 11月找低点买 12月找低点买 喔 那 万一你在那一年 开到超过3倍的杠杆的话 你会爆仓喔 你会被去追降 因为它一直跌到1月 1月还在跌喔 嗯哼 然后到2月才开始拉上去喔 嗯哼 所以我们就拿那个最极端的情境去模拟这样 就不要发生这种可怕的事情 所以如果 低于3倍的时候 都基本上OK 就算在1998年 那种极端情况 极端情况 一路 第四季一路下跌 越界越低 也不会爆仓 不会爆仓 那事实上也只有那一年而已 那其他年 全部都是横向盘整嘛 嗯 但是 你说真的 因为 就好像那个 不是前 前两个礼拜 那个日本 石川县大地震 对 你住 石川县 住几十年 啊石川县好棒啊 好安全啊 风景好漂亮 然后你就要碰到一次 就怕了 大地震 就怕了 哇这是什么鬼地方 就不想去 就好害怕 对就是 你平常都觉得很爆很爆 但有时候 你只要碰到那么一次 嗯 对你就再也不想去 所以我们就是拿最危险的一个 那一年的情况 没错 就算发生了石川县大地震 我们也要安然的 做新幹線离开这样子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世界一把抓的节目现场 我是指爵 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一线投资法 2023年的走势总结 那我們邀請到現場的是 蔣佳老師 好 你看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講話的原因是因為 這有一點點 特別 對我來說 這種投資方式 特別 因為你看 我們剛剛講一線投資法 他在那第四季的時候 他開到三倍槓桿 可以的 他最高可以開到三倍槓桿 但是 你感覺開槓桿很危險 你以為什麼 可是問題是他就做了這三個月 做完之後 他又回到極其保守的放定存 就他獲利了結收到口袋裡之後 蔣佳老師說他把他拿去放定存 他連 債券我們覺得相對穩健投資他都不要 他覺得債券還是有價格波動 他也不要 他也不要 他就把他直接全部拿去放 定存 連美元定存都不要 你連美元定存都不要 你不覺得最近波動很可怕 你連那個匯率價差 你不覺得那個匯差很恐怖嗎 你放台幣定存 上下談 可是其實很多銀行不喜歡太大 太大金額的 我知道他不收的 我知道 所以你是 那我在跟你講怎麼樣 讓他們收的方法 強迫他們收的方法 放定存 然後放完十個月可能到 maybe九月底之後 錢要慢慢的解出來 又要準備開始找時間點 第四季又來了 所以解出來 然後重新開三倍槓桿進去 大概是這樣 然後過三個月第四季做完 然後又回去 定存 放定存 台幣定存 而且是台幣定存還強調 不是外幣定存喔 就這樣子你就過 你就這樣子 過了你的十多年的全職交易生活 然後還有按號 希望接下去也是這樣 對啊 好 各位聽好朋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歡迎大家來使用 使用看看 但是 接下來我們 要等到 今年二零二四年十月再來找一個 不覺得馬上就到了嗎 哪有啊 現在才一月底耶 老師 我們可以去 這個學習 旅遊 健身 所以到了十月底的時候 再一次看到大盤 跌破十字線 重新站回十字線 重點還是大家很多人搞錯的 就是重新站回十字線那一天 進場買市值型的ETF 那你可以把槓桿夾上去 因為如果以今年來說的話 9%的報酬率 那你乘以三倍槓桿其實有接近 超過兩成接近三成這樣的一個報酬 你在三個月時間直接入袋 然後你就不用再繼續 真好 就不用再繼續 心情深盪 折磨 不要被折磨這樣子 然後 一直在預測到底 啊接下來會怎樣 接下來會怎樣 很辛苦嘛 但是賣出的時機是 目前大家比較 可能一開始第一次 大家比較不會抓 那剛剛老師也有跟大家說明了 那個賣出的時機點 不要執著於那個月份啊 大家很常執著說 我一定要在一月以後 才要開始找時機點 不用啦不用 不用執著於月份 那總而言之 如果是盤折衝上去 只要是盤整 衝上去 只要有衝了 一波衝上去 跌破十字線那天 就可以賣了 連幼稚園小朋友都會看 對 好好好 但如果是 衝天室一路 第四季這樣子一路上去的話 那你就記得在 隔年一月開盤之後 建高你就賣掉了 對階梯式啦 對階梯式 充上去 然後你就可以賣 隔年開盤就可以賣掉 真的沒有你想像中的這麼難 但是如果你要有豐碩一點的報酬的話 槓桿必須要開下去 那槓桿開下去 老師有做過試算 最糟的狀況 不要開超過三倍的槓桿 因為那個爆倉 所以三倍以內 你認為都還是在可以接受的範圍 好這個是一線投資法 可是我會提醒一下 就是說 畢竟這個方法大家是 很多人是第一次聽到 對 所以我還是會建議說 就是先用沒有槓桿的方式去練習 當然 是最好 先用沒有槓桿發誓 先確定你會知道怎麼樣抓出場點 我覺得先用一倍槓桿先來練習 抓出場時機 你等你一倍 你知道 因為我必須得說 你要習慣一下 連我自己這一次都沒有抓好出場時機 我有抓到你十月底 重新站回時事線那天要進場買 我也告訴了我們的小編 那天我們大家都進場買了 但我們都沒有抓好出場時機 可是你還是賺錢 是沒錯 但是就是 沒有喔 如果底下來那一波就沒有賺了 你有看我臉書一定是賺錢的 對 所以 我們先用一倍槓桿 先練習 抓好出場時機 抓好出場 然後接著練習兩倍槓桿 接著再來練習三倍槓桿 你要連續三年都無槓桿練習 對 我覺得是很棒的 然後後面呢 你習慣了以後 到兩倍三倍 你都會覺得很輕鬆 但是最多就三倍了 我們給大家的想法是這樣 最多就是三倍 極限就是這樣 好 最後一點點的時間 我想跟展嘉老師來聊一個 跟一線投資法完全無關的事情 我想要來聊一下 現在的指數投資 老師你的這套方式是完全用在指數投資 那你覺得指數投資的優點跟缺點為何 我想要來舉一個債券型ETF的例子 因為我最近有聽到一種說法 他說 債券型的ETF 我現在說的是ETF 他把債券型ETF跟債券的基金 也就是主動基金 就是經濟人進去挑債券的主動基金 他把ETF跟基金來做一個比較 他說 他說因為今年要走到的可能是一個降息年 對 他說因為如果今年走到降息年 就會如果買債券型ETF 會有一個問題就是 一旦降息 因為ETF他一定要追蹤指數 那一旦降息那個指數的殖利率一定會下降 那ETF必須要追蹤指數 他就會被迫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即便他手上的舊卷殖利率都是比較漂亮的 但他為了要符合現在 美國聯準會已經降息 他為了要符合那個降下來的息 他會被迫把手上很漂亮殖利率的債券給賣掉 然後被迫去買新券 那新券新的券一定殖利率沒有那麼漂亮 他認為債券型ETF會有這個問題 但是如果是主動型ETF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他不需要追蹤指數 所以他手上那些很漂亮的殖利率的債券 他要報好報滿 所以真的會有這個問題嗎 債券ETF 我的看法是覺得這不是 不是一個問題啊 不是 就是ETF的 他的特性就是這樣啊 就是說 他等於說我們現在在投資之前 我們先已經設好了一個選股 或者選債的框架 那 也就是說不管就是外在環境 就是發生什麼變化 我們就是根據那個 就是說 我已經設好說我的一個基準 選股選債的基準 所以你現在說的他就開始降息 那他當然在就是他手上舊的債快要到期之後 他新選擇的一定是選到這些比較低的債券的標的啊 那是因為你一開始已經設定了 可是他沒有等他等到到期 因為他就是配合的指數 他會被迫他必須他還沒到期 他可能就去他就要先賣掉 對那就看他這個基金 他是怎麼設他自己的這個 所以現在就有一派的聲音出來說 越是今年這樣的降息年 你可能就不太能夠真的去買債券型的ETF 不能去買就是被動的ETF 如果你真的到這個時間點你要買債券 你也要去買主動型基金才不會有剛剛講的這個問題 我最近有聽到這樣的一派說 有道理啊 有道理啊當然啊 因為主動式的話 他就沒有一個很嚴格的框架 我一定要照那個框架去調我的持股持債嘛 對 對啊 所以主動型他的彈性是大嘛 就基金經營的人自己 裁量的這個範圍比較大 不是嗎 可是現在其實買債券型ETF的人很多 進去繼續持續追買的人也很多 所以他會是一個在這個時間點需要提醒他們的事情嗎 其實我自己是覺得債券本身比較小 這個問題比較小 因為債券本身價格的波動 像是過去一年多 就是因為生息的關係嘛 那你看到很多這種長天期的各種公債還是什麼 哇那個跌價很可怕耶 對 對啊那就算你的債息是5% 6% 7% 也補不回來 對啊所以我第一次說 因為他是有兩個因素在決定你的應虧嘛 所以我們現在雖然看到說他是開始要降息啊 可是你應該很高興啊 因為 資本利得要回來了 對啊你會產生資本利得呀 所以也不用太太煩惱嘛 是不是 所以對老師來說 的確啦剛剛碰到的那個 我剛剛講那個情境是有可能的 就是說債券型ETF的確在接下來如果是在降息的情境之下 他的確有可能會輸給主動型基金 這是有可能的 因為他必須要賣掉他手中殖利率比較漂亮的舊券 但是要去買進的是殖利率沒有那麼漂亮的新券 他是有問題的 但是在老師眼中你 你這樣在換的過程裡面 你一直在付價格 還是不斷 產生資本利得耶 你不是應該很高興嗎 所以你覺得 你覺得不會是太大問題就對了 對啊都馬是賺了 因為我覺得你根本沒有在買債券 因為你都放定存了 所以你覺得沒有關係 我最愛台幣定存 那你要不要小小的分享一下 如何讓銀行接受你這種大資金的定存 有有 線下就告訴你 哈哈 有沒有很多人思緒你問這一題 嗯 大家都很瞧不起台幣定存 哈哈哈哈 好 我們今天非常開心 邀請的是展嘉老師來到現場 跟大家聊這個一線投資法 其實我今天主要的目的就是覺得 我們既然10月的時候做過一集 那我們就很負責任的再來告訴大家說 如果我今天也是用這個方法的話 會有什麼樣的報酬數字 那我們之前給出來的數字 最高階梯式大概可以拿到9% 那如果槓桿加上去 就是看你自己的這個狀況 對 那我們還是在提醒大家 要練習可以 那我們先至少先用一倍槓桿練習個三年 確定自己都很會抓出場司機 之後我們再來練習看看 把槓桿加上去 拿到一些比較漂亮的報酬 好再次謝謝展嘉老師 謝謝梓娟 也感謝你的收聽 我們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會了 拜拜 謝謝 謝謝 按摩 按摩 按摩